恐怖恐怖啊啊 see all right touch 您最近也重看了改造野豬妹是吧 那個我真的沒有重看 極盜鮮詩我重看了一點點 因為就是那個啊 他們就是在重播是電視上的重播 我看到是電視上的重播啦 所以說晚上剛好轉到話就會看一下 因為我當年沒有看極盜鮮詩 我就看一下就覺得極盜鮮詩女主角是那個誰啊 靠我自己的力量想不起來 反正很美 反正很漂亮就對了 中間有機會 對對對 你很鐵把 素晴らしい 我有mind palace 好誇張喔 就那個時候他真的好可愛喔 歡迎來到今天的馬克信箱 今天真的是追思紀念會結束後的第一路啦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追思紀念會的感動 我們的感動啊 我還是覺得很好笑就是因為 就是我們會有些朋友的朋友嘛 跟我們比較親近的 所以在那個要開始之前可能3點40分45分的時候 朋友們的朋友們開始很緊張 然後就想說你為什麼很緊張 還有Catia老師啊 老師你越來越緊張 好緊張啊 就是會受到那個現場氣氛的感染 然後一方面就是有人們 紛紛表達出他們的緊張 跟王令翔那天一早跟我說 我昨天都睡不好 他很害怕在台上出錯 對我還做了一些惡夢跟這個場地 一些something有關的惡夢 然後就好可怕喔 然後壓力很大這樣子 一方面我是接受到這樣的訊息 一方面有的夥伴跟我說 欸我是不能太鬆啊 真的欸 對啊然後我覺得每一次的追思會就是 去年我太緊張了 因為去年是第一次裝法的追思會 搞到我在台上就是有種很別扭感 今年反而比去年自在一些 即便是那個場地變三倍多這樣子 我滿腦子之後告訴我自己 不要弄髒別人的衣服 不要在地上跪下來坐下去 就是我很喜歡隨地而坐 然後拍照的時候 也就是說要小心 小心衣服小心衣服 要乾淨的還給人家這樣子 對我來說呢 這一屆因為把主辦權 就交給了有經驗的KKTIX 我輕鬆到不行啊 唉唷好快樂啊 所以等於是當天好像要去 你就是蔡依林準備好自己的部分 就上去了 我是蔡依林嗎 可是就算她是蔡依林 她還是忘記帶英靈 欸真的欸 那一天要上去之前 然後因為有那個 要送給現場的朋友嘛 所以我就請那個工作人員會來車上 一起把蔡包搬到樓上去 開後車廂的時候 她就說這一袋也要拿嗎 我說那一袋不用 那一袋是我們疫情的時候 各自放在自己家裡都有一袋信 除非馬克沒有代謝 工作人員手就在空中定格了 那我覺得我是不是要拿 我說可是我們可能會有現場的信件啊 她說我 然後她可能浮現了一些什麼 她就說我還是拿好了 然後她說真的不用啦 真的不用你放心 就把那一袋繼續放在我車上這樣子 我有帶信啊 對啊我就說 一封都沒回到 她如果 因為你在群組裡面大聲說 你忘記帶英靈了嘛 如果你也沒有帶信 我也會大聲喊說 沒有信 對對對 我就說她在喊一件事情 那應該是OK的 沒錯相信我吧 雖然我不太值得信任 開心開心 真的可以很快樂的見到大家 然後在TICC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沒有辦法讓大家上台來跟這些布板 布景跟我們一起合照 因為布景實在是太可愛了 你什麼時候才要 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些 你看到舞台上的大型背板 熊貓啊 外星人啊 羊妹妹啊 暴龍啊 那些在當天都死掉了 蛤 就是4點半 就是他們的火化時間 好可憐喔 他們就是被 嚇嚇嚇 踩下來 棒棒棒 然後熊貓斷手斷腳 歐馬克親自把羊頭折斷 我處理了羊跟龍 你什麼時候要公布那個影片 因為那個羊喔 很可怕 他一直出拳打羊 羊的頭永不放棄 客家羊 應景精神 他又站起來 他又站起來 沒錯 然後我一直不停的跟我們好朋友圍騰說 你新家要不要放這隻羊 我真心的覺得這個可以放到哪裡 你知道嗎 華山草原 對很適合 還有就是 一山五花蓮的民宿 你不能這樣 我們什麼東西都要往人家那邊放 那個可以變成一個很酷的打卡景點耶 又忘記問人家 他們都死了 對啊 就算問了我們也沒有辦法把他送下去啊 那個那麼大隻 也是 對啊 反正就是蠻 蠻開心的啦 就是馬克信箱 因為我們的信都是臨時抽的 然後 也不知道大家當天寫的信是什麼 所以每一次就真的像我們錄馬克信箱一樣 就是 你不知道今天的氛圍會是什麼 你不知道會抽到什麼東西 是集體鬼故事嗎 還是集體當兵有大便嗎 還是集體被甩 集體疫情後的憂鬱症 集體殷屍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每次都是一個驚喜包啦 但是結束的時候我覺得還蠻快樂的 哎唷 而且就是我很快就收到了 大家是可以看影片 但是當天有個很噁心 跟性愛有關的高潮信箱 他就馬上私訊我說我就是那個人 這樣子 對 快樂咧 重點是在這一場當中 瑪莉還真有了 所以不知道最後會有多少人 有鼓起勇氣來 好好的跟瑪莉搭起友誼的橋樑呢 私訊我嗎 沒錯 好今天呢我們要回一些新的信 親愛的瑪莉 你們好想要提筆寫信給你們 我不知道要聊什麼 最近我突然想起一首台語老歌 懷念的播音源 我不知道 哎唷瑪莉也沒聽過 這首歌有點爵士風 第一句是 雖然你夠啊 每一日在空中相會 太難了 因為你運流 讓我對你起鼻 這不就是你們的寫照嗎 問喔 我們喔 希望我們在念到信的時候 可以Google一下 放給廣大的清典教徒 聽一下 領略台語歌曲的優美 那因為版權不在我們手上 所以我不能這樣亂放 我是個剛奔大四 不是 是剛奔四的大齡單身女 差好多 除了面對四十 這個前所未有的壓力數字 身體機能也明顯的走下波了 驚奇越來越短 更可怕的是 好像來到一個重整價值觀的關卡 內心隱隱的告訴自己 好像該reset或格式化一下 才可以面對往後的新人生 只是一直還沒有找到方法 不知道跟我年齡相仿的馬力馬克 也有中年危機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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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青春期還沒過完耶 我還在成長耶 他永恆少年 對啊 我還有很多夢想還沒完成耶 還要一一去做耶 克服的方法是什麼呢 你呢你有嗎 週年危機喔 對啊 奔四有害怕嗎 沒有啊 不是已經很多女性站出來告訴你 40是最棒的年紀嗎 其實真的我聽到的是 是蔡依林嗎 因為她也是單身啊 所以大家就很愛追著她說 誰誰誰又結婚啊 誰又幹嘛啊 你現在40會緊張嗎 什麼的 她就覺得 就是只有你親自到了40 你才知道40是多美好的一個年紀 哎呀 這封信呢 是在北投圖書館完成的 就是她最愛的樹洞 也是之前呢 躲貓貓我躲的地方 來自於北投王祖賢 貢獻了李扎克 當天的追思紀念會呢 就是沿路有人塞了一些小豬給我 然後塞了一個小紅包給我 那些我們都還沒有拆 但是 欸今年完全沒有任何人拿任何東西給我 怎麼會這樣 難道所有的 你是不是跑很快啊 因為到台上到側台我發現你在喘 喘 就好像略喘 不是是興奮吧 哦 所以就是我就慢慢走啊 所以大家可能比較好塞東西給我 我拿錢拿肉乾拿很多 對啊你拿到好多東西 我零欸 我掛蛋欸 怎麼差這麼多 但我還是有說話訊息說 馬克拒絕我的手 哪有 馬克 馬克 我摸不到傳說都滑滑的手 不可能每一個都碰到嘛 我會想夢追滑滑的手 我是感覺啊 很多人手都蠻濕的 我也是 我老闆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手有點濕 然後呢到台前 我們最後要回到台上的時候 你就突然跟我說 有一千 有人拿一千 對 然後就有人衝過來拿一千給我要報報 我就很開心 就見錢眼看 就拿一千然後就報報 然後就回到台上了 所以我就想 到底 誰 是誰給我那一千的 因為想要覺得 拿人家一千只報不報 不辦事這樣好嗎 要辦什麼事 不知道 然後就覺得 太突然拿人家一千了吧 淡水田富珍啊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看到 我記得前面有一排 就是會穿制服的嘛 就是有一群cosplay王者 什麼啊 然後我就想說 當天晚上田富珍就有傳訊給我 我就說 那你知道嗎 因為你都是穿制服派對的那一群 是誰給我一千塊 他說 就是我本人啊 他說我真的太興奮了 因為他是要跟我道歉 他可能在我耳邊大吼大叫 不知道我耳朵有沒有受傷 我說既然都給一千了 我就讓你有插隊講新德文的權利 所以你現在要講他的新德文是不是 沒錯 淡水田富珍呢 因為他在講的時候 我們錄的時候 今天其實是卡迪老師生日快樂 所以他想祝他生日快樂 那今天呢 青年補習班 我們是有dress code的 我們一群人老人 我們就穿制服 走在東區街頭 ok 兩點半不知道有多少人 來自健忘村的啦 補習班啊 開放禮啊 Telegram 我們就到TICC對面的大廣場 拍了一張又一張的大合照 這個時候我心情的興奮程度大概是30% 三點走進TICC 那個排場 我好興奮 然後我還去上了一下很乾淨 乾淨到發亮的廁所 超多間 最後來到我們的位置發現 蛤 是海景第一排 而且是市中心的海景第一排 嗯 我不開玩笑 我興奮到在前面跳舞 嗯 這個時候我的興奮大概飆到了70% OK 那開場前放的音樂呢 都是馬克馬力平常常放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唱歌啊 一起拍照啊 一起聊天一起大笑 真的非常紓壓 時間來到4點鐘 片頭 登登 來到12點 放了熟悉的Jingle 我就哭了 嗯 我有點不記得到底是 就是當時的記憶我已經很混亂了 我不太記得是馬克馬力好像什麼 是誰先得男主角女主角 你是先下Jingle還是你先走下來到底 我嗨到壞掉了 我明明參加過那麼多次的活動 但是還是像第一次見到你們一樣那麼激動 我非常缺憂的殺到馬克前面想要跟他擊掌 一聽到馬力在旁邊說他拿到錢 我就衝衝跑回座位 拿出我錢包裡一千塊 我要付出我的真心給他 對那個時候我為什麼會特別的cue你 是因為我聽到跟我看到他衝回位置 然後大喊說聖姆聖姆我的錢包呢 我的錢包 我就直接從錢包拿錢出來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換得馬力個大擁抱 我就是今天的天選之人 第二個高光時刻是 你沒戴英靈 我的鑰匙圈第二次被教主寵信 成為英靈的替身 然後不曉得可不可以讓教主 叫我們為鑰匙的主人我本人賜下一個頭銜 你也要一個頭銜啊 備用英靈 哇好難聽啊 那要怎麼取嘛 就叫你備胎好了 但他今年沒有被強強拿去做怪怪的動作 好歹也差點作為戒指要來套勞夫人 反正節目內容很精彩 求婚的橋段也很感人 走出那扇門跟我說他們狂哭的人 其實還蠻多的耶 我也不小心流淚了 這兩個半小時有笑又有淚 下次前進小巨蛋 雖然這次活動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就每個人拍照啊握手啊 好像是有點距離了 但相較之下可以讓更多人參與 我覺得也很棒 在這邊呢想要給個小建議 我有轉身偷偷跟台上的你們自拍 可是因為台上真的太亮了 我不只印堂是黑的 我全身都是黑的 看下次能不能開放一個時間 整場燈光亮 大家都可以自己轉身自由的自拍這樣子 然後他說今年不是追思會嘛 是轉身紀念會 所以阿普做的綁帶是用喜氣的紅色 致敬一下排球少年 結果瑪莉竟然沒發現 我看到時候發現了 可是因為你跟我說那個是駝背 然後我瞬間聯想不到是 我以為是什麼駝背 還是什麼中文字 然後我看 喔喔喔你在講駝背這樣子 那謝謝你們辦這場活動 是嫌棄我發音咪 沒有那時候太亂了 太亂了啦 我們都嗨到壞掉了 謝謝你們辦這場活動 謝謝你們一直都在 謝謝你們總是那麼的友善 謝謝你們讓我跟阿普 相識相知到相愛 嚴盡於此 我們高雄見 我覺得能夠讓你們找到 人生當中的伴侶 這一件事情 真的是功德無量 超級耶 對就是你們找到了以後 有沒有再繼續聽節目 我覺得都不在乎了 因為就是 你找到更重要的事情了 對你們已經找到人生當中 可以彼此陪伴的那個支柱了 那我要回下一封信囉 up to you 你剛剛哼是什麼意思 我想說你喵的時間 應該發現大事不妙吧 怎麼拿那麼多信 我就是要把這封信回完 我的名字叫做利亞 我是居住在澳洲 悉尼的香港人 是你啊 寫這封信的時候 剛過完農曆新年 我把我設計的無縫圖案設計 印在信的背面 附上一張我第一次動手做的素盆葉 還是素盆菜啊 素盆菜照片 我聽馬克星香 是因為我看太多台灣YouTube 所以廣播節目我就搜尋起來啦 一聽就是好幾個月 每天瘋狂聽你們講澀澀的話題 都讓我聽得放鬆啦 為何這樣說咧 因為我上班的壓力太大啦 Deadline趕不完 但一聽見什麼肉棒啊 馬力用可愛的聲音 講奇怪的東西 都會Fuck出聲啊 現在我不用上那個趕不完 Deadline的班了 因為沒有辦法從實習生續約 而那個壓力超大的工作 就是一家動畫公司 替Marvel做的兒童動畫 聽起來好像挺好的 但作為想要全職上班的我 當時我是拼盡我一千倍的努力 去完成每一個鏡頭啊 有一個很好聽的頭銜是 2D Technical Animator 實際的工作內容大概就是後製 清理已經上色的影格 還有檢查背景跟道具 有沒有放在對的圖層 很多時候動畫師沒有畫好的影格 都是我重畫或是修補 短短五個月的合約 我每日每夜做了至少三百個鏡頭 要不是有你們的陪伴 這微薄的薪水跟無盡的deadline 我早就把我的精力耗光了 其實我非常喜歡製作電視節目跟電影的 但是現實讓我暫時低了頭 每小時做到眼睛蒙了才22.5澳元 還要扣掉百分之三十的稅 一個月下來扣除生活費和房租 我可以存的錢就只有1000多澳元了 要是我很幸運繼續做下去 到底還有多少青春能讓我花呢 所以我跟我的另一半商量以後 我就從一月開始好好的 認真的做Motion Graphics作品集 因為有比較多和好的工作機會 讓我可以重返電視電影行業 目前的進度還不錯 等我找到Motion Graphics Designer工作後 再給你們寫信啦 我想借這個機會宣傳一下我的Instagram 動畫角色設計 欸 是 Dirty啊 我是Designer啊 設計 不是設計啊 和四言會的帳號是 E-I-L-L-U-S-W-A-N 無縫圖案設計的帳號是 Foodie 底線 And 底線 Ink 兩個帳號的個人簡介都有剛剛的帳號 歡迎大家私訊我 跟我用中文聊天 用英文聊天都OK的啦 最後呢 Ria給了我二十塊港幣 跟五塊澳幣 感謝你Ria 好啦 HAPPY TIME總是很快就結束的啦 沒錯的啦 海啦 等一下我想想看喔 謝謝大家 我們周四再見 看我怎麼樣打斷那隻羊的頭 好 psych人 john пока 油 到 個 橫 澳 希望 感谢观看